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坎世界 今天又有一个突发新闻 昨天才录制了一个突发新闻 今天又来一个突发新闻 所以呢 我在录制这么一个很短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表述坎世界 同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一旦有新的这个动态呢 你马上能够得到消息 那么今天这个突发新闻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的 就是美国政府宣布 他们很有可能 移民局宣布 他们很有可能要改变 这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 这么一个程序和方法方式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过去呢就是说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人 他如果要是 通过合法的形式 比如说是这个商业签证 什么什么什么签证 好 合法入境美国以后 他是可以向美国政府提起 这个政治庇护的要求的 他可以提起这个要求的 那么因为是这种方式呢 所以就导致了在美国呀 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 利用这种方式提起申请 政治庇护的这个要求 那么美国移民局和美国政府的 很多人呢就发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被别人钻了空子 所以他一直呢就是想进行这个改革 把这个整个政治庇护的这个程序 进行一次大的变动和改革 但是呢一直就没有发生过 直到这个特朗普上台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他也有这个想法啊 他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了 美国移民法的漏洞 包括像政治庇护这方面的漏洞 让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人 在美国耗时间耗资源 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尽早的 进行一次改革 那么今天呢这个消息就出来了 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也放话了 就是说这个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 反正就是说 这个改革呢 已经搬到这个日程上来了 那么其中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 他虽然没有说具体的消息 但是重大的改变他谈到了 这个改变呢就是说 对于很多想要申请政治庇护的人 他需要在第三国来提出这个要求 比如说 你到了俄罗斯 或者是到了英国 然后你在这些国家 也就是这些第三国的国家 向美国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提起这个政治庇护的要求 因为他呢是希望通过这种变革把你挡在门外 只要你在美国的境外这样的话 对他对美国来讲他的主动权比较大 比较大 他不希望你通过某种方式来到了美国以后就耗着不走 耗着不走 因为的确是有很多人这种耗着不走 然后你根本就找不着他了 他就彻底消失了 他一听我的政治庇护没有批准 他就彻底消失了 他就黑下去了 所以要想黑也困难了 如果要想过去的一种黑法在美国现在也困难了 那么就是说 他说你必须要在第三国提出这个申请 那么那你想你还必须在第三国 但是你在第三国申请的话 你在第三国的签证究竟能够待多久 这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在通常这种 他比如说领事馆大使馆 他接受你的这个接受你的这个庇护申请的要求 那么你究竟是在哪等呢 因为他虽然接受了 但是他并没有让你来美国呀 是不是 所以那你只能在第三国等 可是在第三国你的这个签证能维持几个月呢 是三个月呢 还是半年呢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这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而且我估计这就是美国人 美国政府利用这种方式 限制绝大多数的人 来通过申请美国政治庇护 达到入境美国 或者达到在美国待下去的这么一个手段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 你别来了 不要来申请这个政治庇护了 我这个政治庇护的门槛 我都给你提高了 当然了 除非一些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可能是收到过报道的公开报道的 这种人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 那你说OK 是不是我到了美国就不能申请了 到了美国仍然可以申请 就说如果你是通过合法签证进入美国的话 你仍然 他仍然允许你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 并没有说你不准申请了 没有 只不过是说 如果你已经入境美国提出申请的话 他对你的背景的审核的要求会更高 也就是说你可以 但是呢 他审核的这个要求会更加严厉 那么也就是说 你得到这个批护批准的这个几率可能会降低 可能会降低 所以总而言之 这种新的改革是世代必行 具体的内容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是呢 很快应该美国政府也会公布 好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希望把这个最新的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那些想来美国黑掉身份的人 可能是一个提醒 是一个提醒 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好 那么今天我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一次再见 好